第一届三好木头车的决赛 等了好久终于是登场了 同居们带上自己的爱车 展开了激烈竞争 更在过程当中来相互学习 而在当天除了有赛事之外 还有各式的亲子游戏 倒数生下正式开赛 一辆辆木头车耀眼登场 每一台性能样式大有不同 仔细遥控 看着自己的爱车过关斩将 小同居们化身车手竞争激烈 2021三好木头车决赛 期待许久终于登场 在岁末之际团聚联谊 相当欢喜 今天在疫情比较失望的时候 而且大家已经经过了 很多的疫情措施之后 能够继续在这边 互相的学习 互相的观摩 我希望孩子们能够在 通过这次的活动当中 增加跟亲子之间的一个交流 最重要的是从这里面去体现 顺务的去提供 或叫所谓的缘起缘缘法 所以从一个重量 还有多质值高低等等的一切 去明白一个因缘的作量 那车子就会变得越来越难 他在制作木头车的时候 我们有一起鼓励他不怕困难 由于挑战的精神 想要赢得冠军可不容易 车身设计或是高度全是学问 最重要的是亲子兼在过程中的和乐相处 当天不止玩车还有周游大PK 小同军们使出浑身解数 绽放活力 亲子之间动手DIY 这天不只是比赛 更是岁末大灵仪 桃园市同军会总干事徐松芳 代表市长郑文灿前来响应 感谢佛光同军给予孩子 丰富学习场域 从小培育优秀品德 成长茁壮贡献社会 安静卫是谢佩真桃园采访报导